这个星期的漏网东西军的角度选项是 隔离院待遇vs在家工作潮 经过24小时的刺激票选之后呢 在家工作潮是以59%胜出 我今天这次有赌赢 不许投降 好嘞 竹心文自己讲一讲就好了 非常简单 这个全球受到疫情影响呢 就很多公司就开始让员工在家上班 那以前呢就有科技业做的比较多嘛 现在就扩机到很多其他的非科技公司 所以我们先请凯莉跟我们讲一下 有些公司已经开始做得不错了 对 其实像科技公司像Google 他们很早就开始大家也见怪不怪 但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像 齐北大放松音开始有讲嘛 其实很多那种大型的美国政治脱口秀 主持人都改成YouTuber 大家都在家自己录超级尴尬 而且我觉得连这个妆好像都没有 就是看起来很正常 有些像收音还就是沙沙 我想说自带杂音 对 还有这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连这种现场演出 像我知道很多国家那种 Comedy Club 他们会让这个演员去试段子 Open Mind 都改成就是一个摄影机 加演员自己在舞台上自己演 然后给所有观众看这样 所以这次为了这个新冠肺炎 大家真的都发挥创意了 就是因为说实在 我现在我其实平常 我就是在家自己录自己化妆 其实我其实还蛮习惯的 有宝面好吗 要省钱好吗 而且我以前在美国说实在 远距域上班的这个 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事实上能够这样做 是因为科技真的帮了很大的忙 钟翰你们总公司也是在德国 你跟我们讲一下你们的经验好不好 其实我们就很习惯 其实跟德国的同事联系 一定都是需要用视讯软件等等 可是我觉得这次的挑战是 当所有的同事都在家工作 那人太多了 OK OK VPN有限 那你要去找一个软体可以用 那像我们现在是用MS 就是用那个Microsoft Teams OK 那其实像我知道阿里巴巴 也有Dintalk 或者是有人用WeChat 或像Zoom也很红嘛 那就是说各公司 它其实会找到自己适合用的软体 然后来在这段期间来使用 我讲到这个Zoom 之前我们有一些网友 特别提出来这个 他们有这个关切 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前一阵子美国政府 用Zoom开会嘛 所以他就被质疑说 有没有安全疑虑这样子 Zoom它其实有上过两次 就是媒体版面 然后一次就是最大的 就是它的镜头 它会自动帮你打开 然后去监控你的电子 然后就引起很多人的疑虑这样 可是这个 干嘛 我有用过做美 就是他们后来有做修正这样 OK 然后第二次就是他们被质疑说 因为他的创办人是中国人 然后他主要的团队是在中国 然后可能也会有私安的疑虑这样 可是他们不是说 只是创办人在中国吗 可是其实公司是在美国 是个美国公司 所以他其实认为应该是 安全上是OK的 就是其实最后的结果 就是大家还是 就是最后的结果 其实还是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还是会有风险 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 但我觉得如果 与其去讨论说 这个安不安全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加强 自己的使用习惯 就例如说你在 就例如说他们很多人 在同时开会的时候 可以像点对点这种加密的服务 大家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 因为这可以防止一些安全的漏洞 不过他要说大家在开会的时候 衣服要穿好啊 所以就想睡到出去画面不会太难看 对啦 其实这个安全的这个 其实科技上是做得到嘛 其实在美国 这些相关的股票是很红的 所以其实花钱 就是可以很安全 是做得到 好我们有在网络上搜集一下 各公司对于就是员工在家上班 他们有一些requirements 就是他觉得你需要有这几项这样子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 他说全天候保持联系 这个钟翰好像有一些经验 对不对 就是说其实你在家工作的 这个时数是变长还变短 其实是变长 我很多在家工作的朋友都说 因为以前你如果在办公室 你还会去倒咖啡啊 午休啊什么的 可是现在你好像在电脑前面 大家就随时觉得 你都应该要能够stand by 随时都可以接电话 所以这整个工时其实是拉长的 对啊 其实在家工作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 所以真的我也觉得 我自己在家工作其实 工时其实反而是加长的 只是大家都没看到 就觉得你好像在家很爽 对啊 好那第二条呢 它是说 这个要保持合宜的仪容 办公的态度 就是管太宽了耶 在家工作就是 床就是起床就可以开电脑 就可以开始工作啊 所以你都穿什么的 就 我睡觉穿什么我就穿什么 OK 没有 我跟你讲真的有差 我刚才不是说我要开会吗 那有一次我就想说 反正我上半身穿个衬衫 然后上半身就穿内裤这样 结果那个镜头就一倒下来 就造型的 超尴尬 超尴尬 电影库被人家看掉啦 对就很尴尬 有没有被截图 有没有被截图 不过大家都很专业 妆妆好像没看到这样子 真的吗 专业你的截图 是 德国人的怪物 所以大家又假装没看到这样子 OK好 其实我朋友他就是 原本都是在公司上班 然后他们最近这几天就开始在家里工作 但他为了让自己有一个上班的仪式感 所以他每天都还是画好圈装 然后坐在他店前面 然后就开始工作 因为他觉得这样才有上班的感觉 好 这次才能演 像我们这种就是很有自律的都没有问题 这样 不需要 不需要 像是仪式这样子 不用不用 坐起来 坐起来就可以 很专业 然后还有一个呢 他是说要这个 他说要有独立的工作区域 在家里面要有独立的工作区域 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在客厅工作 啊 真的啊 在客厅工作啊 那你呢 因为我自己的那个工作室 所以说 OKOK 所以等于是有一个你自己的办公室 我就在床上起来 然后垫一个枕头 垫脑 可以 OK 干扰 对就 但也没办法 可爱的干扰 我真是没有想得到 只有我一个人有在家的办公室呢 好奇怪啊 好棒哦 你的老公都可以隔离 对不对 没错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隔离我的房间啦 不要跟我讲话 人口要挂一个牌子 就是我现在工作当中这样子 好的 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 那经过这一次这个新冠肺炎的考验啊 在家工作科技说必定会更进步哦 那愿意做的工资说不定会更多了 那非常欢迎大家 如果有在家工作的经验的话 非常欢迎你到粉丝业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经验哦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哦 上来粉丝业留言告诉我们老板 你想要在家工作好吗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帮我们在脸书按赞跟分享出去 或者是在YouTube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想看更多的国内外新闻的话 也请你上YouTube搜寻环宇新闻 我们大家下周见 拜拜 今天为了拍这个花絮呢 我们真的想很久了 做太远的拍不进去 嘉宾刚刚还提议说要做梅花组 然后就知道我们视领机是要画哪 要空拍这样子 可是这样大家听得见吗 应该可以吧 很深度尖锐 今天来上节目觉得还可以吗 还不错 以后还可以再邀你来吗 还有钱的来的意思吗 那你一定可以来高不起这样子 基业一进来 他居然就把我的投资策略狠狠地嘲笑一下 他说我的投资方式非常老派 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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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科学 不科学 我觉得很科学啊 不是因为原本那个孟光就来说 问范姐说 那你投资美股是投资哪一类型 然后范姐就说不出来 他说 我这个都是找专业的人 我是找专业的人啊 不是啊 你至少要知道你买的是什么 你又不知道 我买的是大概 美股 很大很大 大概 也需要你这种人来促进经济流动 贊助一下 那有些变成了散步 总不能每个人都像中汉那样子 我就叫做纯茄 因为放红糖利率低嘛 那就放到股市 让他有股息股力这样 做红糖利率 就是专业 所以 至少他知道他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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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交给专家 你交给专家来做什么不对 没有 你那个是有点就是 老一辈的 老一辈的做法 对对对对 现在大家比较不喜欢那种 他真的就是老一辈的 主动基金经理 因为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人 好 告诉你们 我也会裁人的 情绪勒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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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